纽约位于纽约州东南部 大致位置在华盛顿特区和波士顿之间 它鼎令哈德逊河海上运输极其便利 使得其快速成长发展为一个贸易重镇 纽约的大部分城区位于狭小的迈哈顿斯塔腾岛和长岛 因此人口密度很高 纽约市的土地面积约有789平方千米 面积辽阔 因此又被分成了5个区域 分别是皇后区 迈哈顿区 布朗克斯区 布鲁克林区和斯塔腾岛区 纽约州位于美国东北部 首府是奥尔巴尼 19世纪 铁路线和运河的开通 使得西部经济迅速发展 并且建立了纽约市 气候 纽约市位于北温带 四季分明 雨水充沛 气候宜人 是个度假圣地 纽约的主要气候为 温带大陆性气候 多阴湿天气 西北部冬雪十分丰富 纽约虽属温带大陆性气候 但是领海 受海洋温润气流影响较大 夏季并不是很炎热 冬季较为寒冷 地形地势 纽约州地形复杂 以高原和山地为主 纽约能成为大城市 和它的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 它是一个由海湾 岛屿和滨海平原构成的区域 人口民族 纽约是全美人口最多的城市 也是个多民族裔聚集的城市 拥有来自97个国家和地区的移民 在1892年至1924年间 都有超过1200万欧洲移民 经由埃利斯岛入境美国 大熔炉一词最早便被用于 形容夏东城许多移民密集 居住的街区